今天是周末 我跟朋友去当趟吃个饭 我们先去吃一个猪排饭 然后等一会儿呢 我们去一个我很喜欢的美术馆 那就跟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吧 Art Gallery of Ontario 安大略美术馆 是一个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区的博物馆 相对于我之前视频里出现过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来说 安大略美术馆 后面简称AGO 它更侧重于艺术品方面 也就是说它不会像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那样 有诸多的自然科学类的收藏品 我记得我曾经在介绍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那个视频里有讲过 相比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来说 AGO才是我心目中多伦多第一爱趣的博物馆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相对来说 更偏向于艺术的爱好者吧 那对于自然科学来说 我的兴趣就会稍稍的少一点 那么这次参观我们由下至上 首先由地下室开始 这里陈列了大量的由加拿大收藏家Kent Thompson 这些年来所收集的欧洲的船只的模型 比如说在一楼的一些暗房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类的收藏品 这里也会收藏一些来自于欧洲以外的文化的收藏品 比如说这个展厅里陈列满了来自于中国的鼻炎湖 这里还有一些珠宝类的展品 比如说像这种香满了金字的杯子 当然了后骨也不能裹金 HU也有大量的现代艺术藏品 比如说在一楼的The Thompson 没错还是刚才那个收藏家 他的一些欧洲艺术藏品 像是这一件德国艺术家Joseph Boyce 在1970年代的作品 基本上就是用一些废品重构成的艺术作品 那这种Junk Art大概是在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 而Joseph Boyce本身也是这个流派 其中颇为知名的一位艺术家 不过无论是雕塑、珠宝还是装置艺术 在我眼中都不如绘画更具有吸引力 就像我在卢浮宫会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德农馆上一样 我来AGO也通常是因为我想要欣赏这粒大量的从古至今的绘画作品 相比一些宗教、神话类的题材 我个人可能更倾向于那些人物塑像、镜物、景色相关的绘画 可能跟我本身比较喜欢安静的性格有关吗 各位看客请注意 这里有伦波朗的收藏哦 相信每一个像我一样喜欢摄影的人 应该都尝试过或者想要去尝试布置伦波朗光吧 那这种风格的祖师也可就是在此哦 来到二楼 相比古朴的一层呢 这里的氛围要更现代一些 你可以更容易地看到各种近几十年来 甚至近几年来新兴的各类绘画、雕塑、印刷、装置 甚至多媒体艺术 这幅占据了一整面 展厅墙的作品叫做Untitled Blur 来自加拿大本土艺术家Sandra Brewster 出身于贵亚纳移民家庭的她 也和很多其他种族的二类移民一样 对于身份认知、居住地的转移 有着敏锐的思考 像这件作品是使用凝胶 将照片一片一片踏印下来 再转移到墙上拼接而成 推开这扇门 便是AGO最网红的一个走廊了 整个走廊大落地窗 可以将北面China Town的景色一览无余 走廊内部也时而会放置一些展品 有很多人喜欢在这里拍照哦 我们现在来看草菅迷生的 这个无限镜屋 观看草菅迷生的无限镜屋 有一些限制 首先你要去提前注册 就是预约拿一个号 然后到了那个时间呢 你要排一会儿队才能轮到你 这个房间比较小 每一次只允许两组人进去 观看的时间只有60秒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除非你很喜欢草菅迷生 否则的话 这个展厅其实不是很好逛的 差不多要闭馆了 我们现在准备往外面走了 我们来吃这家Katsuya 那天就是突然很想吃日式猪排饭 以前我在新加坡还有在国内的时候 我很喜欢吃圣博店 但是多伦多这边没有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边一家 很有名的专门做猪排饭的连锁店 叫做Katsuya 它在多伦多的分店还蛮多的 大概有三四家 然后我们选了Downtown这家 实际体验下来呢 我觉得它的猪排本身问题不大 但是它的酱料真的很有问题 就是我点的这份经典的猪排饭 它的酱料非常的酸 所以整顿饭吃起来 就感觉胃里反酸水一样 我可以理解和风酱本身 就是带酸味的调味酱 但是它家做的这个醋的比例 有点太高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下次来的话 我可能会去点咖喱一类的猪排饭 而不会去点这个经典的和风猪排饭了 虽说有一点踩雷吧 但是我还是一个不浪费食物的人 所以我还是接着吃完了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